有位船长他有一流的驾船技术 他曾驾着一艘简陋的帆船 在台风肆虐的大海中漂泊了半个月 最终死里逃生 后来他有了一艘七轮船 他又多次驾驶着他航行几千里纵横海洋 渔民们都称他为船王 船王有一个儿子 他是唯一的继承人 船王对儿子的期望很高 希望儿子能掌握驾船技术 还好他买下的这艘船 船王的儿子对驾驶技术学得很用心 到了成年 他驾驶机轮船的知识已十分丰富 船王便很放心让他一个人出海 可是他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来 还有他的船 他的儿子死于一次台风 一次对于渔民来说十分微不足道的台风 船王十分伤心 说道 我真不明白 我的驾船技术这么好 我的儿子怎么会这么插件 我从他懂事起就教他如何驾船 从最基本交起 告诉他如何对付海中的暗流 如何识别台风前兆 又如何采取应急措施 凡是我今年累积下来的经验 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了 可是他却在一个很浅的海域内丧生了 渔民们听后纷纷安慰他 这时一位老人问道 你一直手把手地教他吗 是的 为了让他掌握技术 我教得很仔细 他一直跟着你吗 是的 我的儿子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 这样说来 你也有错 你只传授给他技术 却不能传授给他教训 对于指示来说 没有教训作为根基 指示只能是纸上谈兵罢了 老人一席话 令船王顿时毛色顿开 人生还是得掌握些经验和教训才行 通有一脑子技术理论 指上谈兵是不行的 船王何曾想到 儿子终有离开自己的一天 诸葛辉类斩马素 不就是因为马素行军经验不足 通有谋略吗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呢 欢迎大家到留言区留言与我们分享 喜欢的记得按赞订阅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